十美水库蓄水率是跌破有六成 低于五年平均的蓄水率 那么陶渊市已经启动了抗旱物资的盘点准备 但是市府提醒民众也不用过度来担心 因为目前陶渊市水晴灯号还是蓝灯 中南部地区的水库蓄水率拉紧报 部分县市水晴灯号已经出现了减压供水的黄灯 和减量供水的橘灯 陶渊市水晴灯号虽然维持蓝灯 但石门水库的蓄水率已经跌破了六成 截至16号中午为止 蓄水率剩下59.7% 市长张善政回应媒体询问 说市府已经盘点了抗旱措施 必要时可以启动相关的配套 前年的缺水比较严重 前年的时候其实市政府有 让几年前补助给各个里的一些储水的设备 包括水塔等等再拿出来运用 还有我们的水务局其实平常都有准备 战备水井 那么战备水井要确认都可用 比如说马达都能够顺利运转等等的 还有这个送水车盘点等等的 所以这些因应措施我们都有准备 目前石门水库的蓄水率低于五年的平均值 而去年同时期大多保持在满水位 目前桃园的水晴还在蓝灯阶段 但提醒民众和各公司航号 还是可以养成节水的习惯 石门水库现在的水晴应该还是蓝灯 蓝灯基本上是比较没有顾虑 但是我们未雨绸缪 如果出现到黄灯或是其他灯号的时候 其实我们所有的局处都有一些配套的措施来应应 那么还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希望我们所有的市民 所有的产业在这个阶段能够节约用水 前年缺水危机在民生灌溉和工业用水各方面都造成了影响 今年降雨的情况不如去年 各地水库都传出了蓄水率滑落的情况 市府提醒产业和民众都能够节约用水 也期望梅雨和台风季节 能够带来足够的雨量 解决用水的问题 对 对 是 对